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 都有 照片上是有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蒋先生带来的一封推荐信吧 应该是一封推荐信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叫戴明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 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 宝经沧桑 跃人无数 我和蒋江老师是在前年一次诗歌获奖会上相识 他才思敏捷出口成诗 堪语七步成诗的草职相媲美 我极力向您推荐 在此先向您致谢戴明 这位叫戴明的老师和您的关系是 我们是在南昌参加 中国艺术十大才子颁奖典礼和 中国国际好诗文学奖上认识的 十大才子有戴老师吗 有 有 有 我们一起的照片都有的 您 您也是十大才子吗 对对对对对 国际文学奖的经想 就是我们是因为从认识那一天开始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成为知音 就像那个杜甫一见礼白一样 大家就觉得哎呀 人生之中真的遇到自己的自己了 相见恨晚 对 说实话啊 因为我是想照就是培训小孩子 洗诗词创作 因为我看见什么 我可以洗出什么东西的 对 所以的话我很想 推动中国的这个古诗词啊 就是向更高的一个地方发展 所以戴老师也才推并我来 对您的评价很高 我手中蒋老师的这份诗集啊 应该是一千多首吧 一千多首啊 今年做的就是 我翻到这一页一云儿 我就念这首吧 好吧 您先解释一下 云儿是您的谁啊 我的女朋友以前的 您以前的女朋友 现在的也是 现在的也是 对对对 接下来我来读一下 也让大家领略一下 蒋老师的文采和诗风 时时异军不见君 丝丝缕缕缕 消人魂 惹得肝肠 尺寸断 梦里依稀 是佳人 四言绝句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他配不配 确实会 因为他读的确实很有感情 谢谢啊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木匠的 我呀 从做木匠我是很多年了 十几年吧 当时做木匠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肯定是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木工 是养活我的肉体的生命 诗词 是养活我精神的生命 说实话啊 为了去诗词 我肌肤就是放弃了 像我们本来是可以去给人家代办 至少我一个月 有一千 一万部左右吧 可是为什么我会说去做木匠呢 可以创作呢 因为做木匠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我可以 做的时候我把脑袋放在那里 但是做完了以后我把脑袋给收回来 不想啥也不想 如果说我去带个班去拧个头 那么我的思想要对整个工程负载 那么我的思绪乱了 创作之人首先必须要做到 就是说收放自如 我觉得说特别好 挺好的 我特别感动 因为这样就在我们公司有同样的情况 那我们的创始人也是我先生 他现在主要是在国庆带队 他就会回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全身贯注地去做 建议员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的产出效率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一旦设置到了 比如说这个人员管理啊 薪酬啊 绩效 其实你就分心了 你那个专业度其实就没有了 我觉得蒋先生说的真的是 这个大智慧 不访问我一定是 是